逍径的过程当中 各式各样的车都有其特殊作用 除了电动车护驾转播之外 气象署的气象观测车 还有电信公司的行动基地台车 也都成为守护相克 绕径平安的重要工程 庙城前面挤满人潮 大家纷纷拿起手机 记录历史性的一刻 沿路恭送妈祖出城 为期九天八夜的竞相活动 有时候大雨滂沱 一下子烈日当空 因此中央气象署出动了特殊车辆 这一台银白色的休旅车 可不是一般的车辆 这一台可是一台气象观测车 因为正值大甲妈祖绕境期间 刚好也是天气多变化的春天 为了让信徒与工作团队 都能够及时地掌握最新的天气状况 因此这一台气象观测车 会跟着妈祖一起走 在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每年都有大批信众 不为风雨日晒 徒步参与绕境活动 为了提升安全与便利性 中央气象署连续第十二年 与大甲镇兰工合作提供量身定制的气象服务 一百年人第一次跟那个大甲镇兰工合作 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就以报纸 在学习的方面在做 信众对这个绕境活动 大概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 不同的想法 也许对土地的情怀 还是对宗教的信仰 还是自己的人生规划 还是怎么样不同的目的都有 可是我们希望说提供给比较很完整的气象资讯 给那个绕境的信众 气象观测车的车顶装有风向风速剂 温湿度传送器 高灵敏度GPS位置接受器 以及LED电子看板 时时刻刻更新数据 利用跑马灯的方式呈现及时气象资讯 会显示那个温度风向风速 然后相对湿度降雨量 我想这几个要素对整个绕境信众 它是最重要的气象因子 资深预报员也会带领团队 深入绕境队伍与信众互动 并且现场讲解天气变化 信徒在聆听的同时 也经常被车身的可爱插图吸引 成为拍照打卡亮点 气象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云宝宝 就是气象鼠的吉祥物 来搭载其他各种气象缤纷的颜色 告诉大家气象服务 趴趴够 我们随时和大家在一起 不仅派出气象观测车 今年气象署更开创LINE官方账号 信众扫码加入好友 随时随地秒杀天气 我们的QR Code就是像这样子 只要让民众用手机一扫 然后加入好友 那点开来直接点了 就会看到它当地所在的天气 是可以达到一秒 就可以获知天气的情况 台中 彰化 云林 嘉义 绕境途经的四大县市 只要动动手指点选萤幕 立刻跳出天气预报 信众就能获得资讯 提早准备衣物 有效降低晒伤或凌晨落塘机的窘境 被誉为台湾地表最大迁徙活动的宗教盛事 电信业者也加入行列 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期间 为了满足广大信众拍照打卡 上传摄许平台 以及开直播等网路的需求 中华电信全力支援 将派出八台行动基地台车 让信众在绕境的时候 能够通讯不中断 天线缓缓上升 行动基地台车 会停留在各大公庙或重要道路 并动员上百位工程师 在现场和远端进行网路监控 确保通信稳定不卡卡 车辆不仅搭载大量精密的传输仪器 为了能适应各种地形气候 越野系统更是不能少 像是多功能越野轮胎 还有呼吸进气管 提供引擎恒定的空气 避免受到灰尘和污水影响 行动基地台车才能到处爬爬灶 服务广大用户 我们开启了5G 而且是双CA 包含305G跟211 所以这个整个高速度高低大 在整个大甲马祖过程当中 绝对让民众可以享受到 整个沿途的高讯物品质 参与马祖绕境活动 迈向第22年 电信业者除了出动最新技术的设备之外 也结合AI科技 分析网路高讯物人潮聚集热区 更沿途架设 20座4G 5G临时基地台 如同乐高玩具叠叠乐 积木式基地台能在30分钟内 完成架设与开台 机动性高 外观采用铝合金环保材料打造 不止重量轻 外侧加设中空板或灯箱 兼具城市美观 是业界首创的创新功法 三下戏图越来越多 于是在沿途就提供行动基地台 都可以让沿途的民众 还有观察 包括全世界的民众 都可以了解台湾的美 跟彰显这个整个中华的宗教的特色 电信三雄纷纷力挺 中华电信出动高效能设备 结合AI分析的越野式行动基地台车 台湾大哥大的行动基地车 进驻大甲妈祖沿途住驾的公庙 整合扩充网路容量达387% 远传则是派出4G 5G行动讯号车 部署在大甲镇兰宫 以及施放烟火的大甲西桥 等重要驾驾地点 各大企业共襄盛举 提供多种便捷服务 在妈祖的庇佑之下 成为百万信众的最佳应援团